李玉芬,早应该,MV拍出态度!为MV练吉他!一句话逗笑导演。 李玉芬将在3月14日推出最新单曲,早应该,这首单曲及杰桑大才子联手打造出最纯粹的李玉芬。 这首单曲是以纯粹的吉他做主要背景音乐,再搭配上李玉芬的轻柔嗓音,唱出恋人间缺乏沟通后,才发现两人间之胜遗憾根名存亡的恋情。 3月14日白色情人节推出这首单曲,是希望全世界的恋人们,不管目前是热恋或失恋,都能彼此好好珍惜,最纯粹的美好爱情。 早应该,这首MV由林秉存大师指导,她用男人视角当镜头来呈现两个恋人过去美好的甜蜜回忆,即生活片段,一张显出洋人分手后的一汉及想念。 李玉芬为了这支MV特地去向吉他老师办事学一好在MV中表现,不过在拍摄时,因为还不够熟练而产生紧张,她的视线一直紧盯手中吉他的弦,让导演不得不提醒她,她才收起紧张感以顺利完成拍摄。 林秉存导演发现李玉芬的吉他弹得还不错,就临时想延长她表演吉他的画面,没想到李玉芬弹到一半,突然对导演说:"导演,我只有学前奏的27秒。 她的一句话立刻斗笑导演及全场工作人员。 林秉存大师这次不只担任李玉芬新歌的MV导演,同时也负责她的单曲宣传照拍摄,林秉存导演及由宜兰当地景色及MV现场气氛,呈现出李玉芬最自然纯粹的面貌,没有华丽服饰及配件。 却能表现出李玉芬对,早应该,这首单曲的态度,当照片出来后,连李玉芬本尊都直呼啊。 我第一次被拍得这么美耶。 林秉存导演为了能表现出早应该的MV故事及情感,她特别剪辑了两个版本,一个是全彩画面的版本,一个是有加入黑白画面的版本。 导演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更能感受到这首歌与MV想表达的故事及意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